实测连子弹都打不穿 特斯拉旗下首款皮卡 号称装甲车等级 等了四年终于开始交车 不过市场还在等更平价的车款 马斯克亲口证实 特斯拉正在开发低成本的电动车 不过没透露细节 对特斯拉平价电动车 主打小型紧凑 会采用Model 3底盘为开发基础 但车身会比Model 3还要更小 售价在2.5万美金 约78万台币 更加码爆料会在美国 强先生产 由美国德州厂打头阵 墨西哥新厂结许生产 在欧洲部分传出柏林厂 也将会导入 不过面对中国的竞争 上海的计划才是关键 特斯拉上海 原本有第三期超级工厂的计划 但在2022年喊咖 如今在价格战压力下 计划优望重启 未来将专产评价新车 较近对手比亚迪 比亚迪全新海豹系列 采用独家的刀片电池技术 内装标配可旋转的中控萤幕 由于当中有75%的零件 是自家生产 售价压在百万元台币上下 在中国跟欧洲热销 步步禁逼龙头特斯拉 特斯拉喊话 2030年年销量要达到两千万辆 近期在中国车产竞争下 市占率却不断下滑 主因还是处在价格 评价车款将成为逆转战局的 关键产品 上车终于瑞芳祥 综合报导 都更设意了 都更设意了